台南16号晚间下起了间接雨势 善化区跟永康区都一度传出烟水 隆岐182线29公里处的边坡挡土墙 也被冲刷导致崩塌 包含官田区有住家马路积满了水 只不过主要是自来水管位移所引起 连带周边的稻田被铲烟 而有民众还在北区西门路 看到雨下一半的罕见奇景 屋主穿着拖鞋踩在水里 而往屋内看更是缠不忍睹 只见水从外头淹到一楼屋内 家具物品全泡水 屋主的心也在淌鞋 台南16号晚间下起 间接雨势 山花区公华路也因为下大雨淹水 附近居民质疑一次排水沟没清 导致水都往家里灌 另外永康区也传出淹水灾情 民众换上短裤 在停车场内不断踢水 看似苦中作乐 调侃自己在永康水上乐园 不过镜头转往山路 画面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17号上午9点多 台南农崎182线29公里处 受到雨势影响 一面高8米宽30米的 边坡挡土墙面 突然崩塌造成单向交通中断 相关单位也临时开放农崎 往内门车道通行 而在观田区也是灾情评传 出处淹水路面破裂 施工人员放起三角锥 进行维修禁止人车通行 台南冠田区南181线自在水管位移 造成附近民宅淹水农田被淹没 由于今年1月才发生爆管 居民抱怨质疑失控禀值 转往市区西门路上 则是出现雨中奇景 马路上左边车道全是水渍 右边车道却是干的 一条马路有路切除两个世界 网友笑说是干事分离 摩西分海 西小镇解密雨下一半 其实是自然现象 因为手箭引发热议 记者有黄富奇台南报导